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27号星期四 8月27号就今天在中国的广东深圳 有一个市民因为微信的号被封了 影响他做生意 那么多次申诉无果 他最终从腾讯公司坠楼身亡 跳楼自杀了 那么腾讯表示他涉嫌违规 那么说被封几天之后就可以解禁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他微信号跟他生意有关系 他觉得影响了他家的生意 可能觉得愧对于家人 然后腾讯认为这个事情与腾讯公司无关 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 这点来讲实际上 我觉得大家也要去理解腾讯 当然了我对腾讯也是很生气 我的QQ也被他们封了 我在QQ微信上说话都是很小心的 但是还是被封了 也是莫名其妙 而且我那是还是永久被封了 解不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怎么着 所以我腾讯公司也是气势不亚一处来 但是咱们猫着良心 我经常说咱们评论要尽量的 就是说中立和客观把自己的恩怨 就是说宅开 有的时候封你还真的不是说腾讯在封你 因为好像国安他们自己就有后门 有的时候是国安就直接把你封了 腾讯公司连知道都不知道 腾讯他们内部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养着一帮 就是说国安部的人在那上 就是说设立的一个中心 由他们直接去搞 他们有权限 他们根本就不会跟腾讯公司连通知都不通知 他们只要认为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他们直接就给你封了 腾讯想给你解封 也解封不了 这个还真不是马化腾说了算的 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好吧 那么家属就跟腾讯公司发生了争执 经过警方进行了四次调解之后 那么家属跟腾讯公司签下了承诺书 承诺书就是什么 就是说腾讯没有责任 但是腾讯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的这种义务 赔偿了15万元的人民币 然后家属就承诺赔偿了之后 就不再追究腾讯的责任了 就算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警察就把死者 他不自杀了吗 把他的手机就还给了家属 在这之前警方扣着手机不给家属 那么当手机还给了家属之后 家属才发现死者在临死之前 自拍了一段视频 在这视频里边 他详细介绍了自己为什么自杀 为什么就是说跟他们 就是说炒成这样 就要跳楼自杀 整个前行后果 死者的哥哥就质疑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视频 就是说死者的遗言 警方不告知他的存在 警方就直接进行调解 等签了承诺书之后 警方才把这个还回来 才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家属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 对腾讯公司就更加的愤怒 就觉得前面签下了所谓的赔偿的承诺书 是完全是被警方和腾讯公司欺骗了 现在把这个视频上交给了相关部门 希望腾讯公司还要再给说法 说这样可不行 你这个解决不了 你骗了我们了 对不对 你说是他自己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子 现在跟腾讯公司还在谈 所谓的给个说法 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觉得再多赔点钱 现在人已经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能 你也不让腾讯公司把他救回来 救是救不回来的 只能就是说从钱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了 这个事情我刚刚也说了 我个人认为腾讯公司也是很无奈 这个事真的要赔 应该是国安去赔 腾讯公司 你要他赔 他也对吧 冤有头债有主 但是你让国安赔 可能性不大 所以最后还是给腾讯去赔 赔个15万人民币 你说对于家属来讲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弥补那种伤痛 这个我觉得 我经常说中国是个大茶几 上面摆满的悲剧 这就是一个悲剧 而这种悲剧 我觉得是体制造成的 你很难 你说你怪国安 国安 我们人家国安说的 我们尤其是基层的国安干警 他有他的工作 我经常说 中国这种基层的警员 基层的国安干警 也不好做 而且他封你的账号 某种程度上 他看了之后 他也觉得你说这没问题 抓了 我也想说这个 但是他有工作在 他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我就觉得 你很难找到错的那个人 我经常说中国的这个事情 其实你让某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是很难的 它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我们必须一起来解决这个体制 体制问题不解决的话 在这个体制下 谁来都一样 这个悲剧就会不断不断的重演 这就是个大茶几 这上面又增加了一个悲剧 我在这里还是要奉劝大家 我奉劝了很多次 在使用QQ和微信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你现在有很多 你的账号资金都跟他绑定 一旦封停了之后 会对你 反正封停那几天的话 对你的账户各种东西 造成的非常巨大的影响 给你的生活 造成很多的这种负担 可能有的负担 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 所以要异常的小心 不当然了 我也承认这种东西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天天的劝你们要小心 所以我QQ号被放了 对吧 对 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有一个游戏 是用QQ号 没有 那时候游戏打不开 你知道吗 我QQ虽然不弄了 但是我那游戏还在玩 对吧 所以就很讨厌 你知道吧 所以大家反正就 以你死众哥作为一个前车之剑 对不对 还想好好打游戏吗 是不是 别惹 别惹 网管 好吧 当然不好 咱别戏漂亮 人家21岁 这么年轻 最后跳楼自杀了 对不对 咱们也是表示沉痛的哀悼 然后我在最后还要跟所有的网友们要说一个 人生走过来几十年不容易 你经常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也有一段的就是说很黑暗的时期 我也是就是说有各种的这种就是说想法 但是最后还是坚持着走过来 我总觉得人生总是会改变的 你要坚持下来 就还是以前就是福龙镇里面不就说的 就是说要活下去 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你要相信我 未来总是会有希望的 要珍惜自己珍惜生命 我不相信中国的体制永远都这样 这是不可能的 总是会改变的 奴隶制总是会结束的 封建体制也总是会结束的 这种一党独裁 一党专制 最终总是会结束的 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说对于未来来讲 我觉得这种民主的这种共和的体制 就是说或者说 因为是间接民主 我是不赞成职业民主的 就是说间接民主 共和 分上议院 下一院 参议院 众议院 我觉得这种体制 这种政治体制 就是现在历史证明 将来早早晚晚 都会走到这么一个方向 中国也许20年 也许30年 也许100年 也许1000年 但是独裁的统治 肯定它已经不再适合 你看 前两天看 中国好像猛牛 要买澳大利亚的一个奶业公司 也被人家拒绝了 华为 中兴 抖音 微信 都在处处碰壁 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政治体制 已经极大的 就是我们那些上层建筑 已经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生产地的发展 我们在想建立那种跨国的 在全球范围内的那种大型的这种 集团化的 像三星 像索尼 像丰田 这种公司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成立这样的公司 这种规模的 但是我们的上层体制 没有准备好 它在限制了我们中国企业 走出国民 走出国门 去征服世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实际上我认为越来越快了 我相信很多人 我们有生之年都能看到那一天 所以要怀揣的一个希望 珍惜生命 相信我未来一定是光明 好吧 这一段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